第四科是人类的健康 人类的健康就关系到一些传染病跟非传染病 传染病就是会传染的 会传染脚底舌膀肝 不会传染 非传染病就是不会传染的 然后会传染疾病有包括感冒 然后咸是一种皮肤病 扩乱症跟骨痛热症 不会传染的有癌症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这些疾病到底是怎样传染的 我们可以通过触摸 通过媒介 通过空气 跟通过水 有四个 先了解第一个是通过水来传染的 一些因素跟这个扩散 这个病到底是怎样扩散的 第一个是那个祸乱症 两个名字 可以叫Tawin 可以叫Colera 祸乱症是传染通过水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粪便 里面有这个细菌 就会造成这个Pathogen Pathogen是病原 就会有这个病原 然后可能手没有洗 然后就去拿食物 然后或者是食物或者饮料受污染 或者是这个水 比如说这个他们的那个排水系统 没有很好排去河流 这样这个河里面的水 就会有细菌 然后你可能碰到 或者是在这边玩也是会 另外通过空气的像现在的Covid 有这个TB 叫肺劳 Tuberculosis 然后H1N1也是一种肺炎 然后还有SARS 是之前的肺点性肺炎 它还有感冒 都是通过空气来传染的 我们呼吸的时候 会有这些 会呼出在气体 然后这气体里面 会有这个病原 然后下一个人吸进去 它就会患那个病 然后这个要记好 TB是因为细菌造成的 然后H1N1跟SARS 是因为病毒 像现在Covid也是因为病毒造成的 然后感冒的话 就有分病毒跟细菌 都有可能造成感冒 然后我们的这个病原 会散播出去 从这个病人散播到健康的人身上 通过这个消水滴 消水滴可能来自这个 Hingus 就是这个呼气 然后Gahax 那个痰 还有口水 都会有 然后这边是通过触摸的一些病 然后这个叫Kurab 这种咸 周周这样的叫Kurab 这个白白的叫Panel Kurab的话是因为一种Kulat造成的 一种菌类造成的 然后它会扩散 通过触摸 别人这边摸了 再去摸旁边 它就会再省多一个 或者是 人家share同一个毛巾 然后也是会有 然后 这个Panel的话 也是一种Kulat 一种菌 然后还是会传染的 所以我们要照顾好 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干净 不要跟别人share那些 私人的用品 像毛巾那些 然后还有 接下来是美戒 美戒就是一个Agent Ben Bawa 就是一个带病原 然后它会带着病原的一个生物 比如有骨痛热针 Malaria跟那个Zika 都是因为病 那个蚊子带来的 还有一个是鼠尿病 鼠尿病是因为老鼠带来的 像这个一般蚊就是 骨痛热针的那个美戒 比如这个人 他患上着骨痛热针 然后有一个蚊子去顶他 然后这蚊子再去顶下一个健康的人 然后这个人也会患上骨痛热针 是这样子一个穿一个 然后这个的话是蚊子咬了一个人 这个人有这个Zika病毒 然后这个蚊子就带着这个Zika病毒 然后就去顶下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也会患上那个病 鼠尿症的话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肯定是这个水 或者是食物或者泥土受污染 可能老鼠在这边尿尿 然后里面就会含有这个病原 这个病原就是一个细菌 然后这个细菌会感染老鼠 然后老鼠再继续尿尿 然后这个尿尿可能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可能是我们玩水磨刀 或者是你喷到你的眼睛 或者是你不敢吞下去 或者是吃下去用这个水煮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你有伤口 接触到这个水你都会患上这个病 然后这边说这个Leptospirosis Leptospirosis是一种病 然后它也是一种鼠尿症 然后它是一种传染性的病 它是因为这个Leptospirosis 细菌造成的 然后老鼠是它的媒介 所以这个老鼠的数量太多 就会造成这个病散播的很快 然后这边教你解释什么叫populacy 这个在第二颗悲果了的 然后什么叫vector 是前面这边悲果了的 老鼠被归类为这个哺乳类解释为什么 这个要看回第二颗 然后这个图表显示这个 城镇这个小镇X他们丢垃圾的方式 跟这个地方的情况 根据这个图讲一下 为什么老鼠数量会增加 然后这个示意会已经进行了一个活动 就是要预防这个Leptospirosis的活动 长达四个月 从一月到四月份 下面这个表显示他们收集到的这个资料 通过这个研究 关于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有效率 然后会发现到每一个月份的那个 老鼠的数量都变少 然后这个case也变少 然后这里就是刚才前面的解释 就是一部分的那个相同的生物 存活在同一个栖息地 然后这里的话就解释Vector Vector就是病原 带病的那个美介 然后原因是因为老鼠生孩子 还有这个城镇太肮脏 然后适合这个老鼠之生 适合他们繁殖 这个活动非常有效 因为这个老鼠数量变少 然后case也变少 然后这是因为这个栖息地 老鼠的栖息地被毁掉 他们的繁殖地也被毁掉 然后食物资源也减少 所以这个老鼠就会减少 一些方法可以阻止这个传染病的传染 第一个就是要清洁我们的周围环境 来避免这个美介的支撑像老鼠蟑螂这些 消灭所有的这个媒介 像骨痛热症的媒介 比如一般蚊 通过本阿萨班这个背起来 这个叫做喷蚊油 然后不要分享那个私人的用品 比如毛巾啊 梳子这一些 为了预防扩散这些通过触摸超人的病 然后要洗手 要用肥皂洗 然后要使用那个纸巾 当你在打喷嚏的时候 为了避免这个扩散这个病原 通过这个空气 清洁我们地上的表面 跟坐着表面 用这个消毒的 不消毒 杀菌的这个水 杀菌水 为了杀灭这个卫生物 是带病原的卫生物 通过触摸 煮沸那个水 还有煮熟那个食物 为了避免感染上这种 因为水跟食物 传染的病 像祸乱症那一些 都是因为吃那种不熟的东西 还有要使用这个防蚊液 来赶走蚊子 这个可以背起来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身体抵抗力要学三个东西 有antigen antibody 跟germunan germunan 是我们的抵抗力 抵抗力就是身体的能力 去对抗一个疾病的感染 当一个病原进入到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就会认识这个生物 把它认为一个外来物质 外来物质我们称它为antigen 就是外勤物 这个外勤物会刺激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让它产生抗体 去到我们的那个血液流动里面 这个抗体会毁灭掉这个antigen 会毁灭掉这个外来物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antigen 所以它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antibody就会去攻打它 就会产生很多 然后去攻打它 让它挖解 抗体方面有分主动性抗体 跟被动性抗体 主动性抗体又在分成自然的 跟人造的 这个是主动性抗体 主动性抗体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从一个病痊愈起来 我们会有一个抗体 因为我们身体自己产生抗体 这个叫主动性的 就是你患上那个病 你就有抗体 然后这个抗体是被自己身体产生的 通过你被一个疾病攻击 或者是你被一个外勤物攻击 然后它会保护我们的身体 以后不会再被这个疾病攻击 除非你的免疫力下降 不然正常的话是不会被攻击第二次 像出水斗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现在COVID我们要打的Vaccine 就是这个抗体是来自于一个 Sundigen Vaccine 我们会打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是我们已经打好这个病原了 这个病原是已经减弱或者是死掉了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病原拿来研究 把它的毒素找出来 就是攻击我们的那个药害的东西找出来 过后我们把它拿掉 然后留下这个空壳 然后收集起来把它做成Vaccine 然后就一管放进人类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们人的身体就会自动产生 Antibody去攻打它 可是这个空壳是没有堵塑的 所以它打进身体里面是不会有害的 只会刺激身体去产生Antibody 然后攻打它 下一次这个病毒在进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有指定的Antibody 那个Antibody可以去打它 所以就不会患上那个病 然后Vaccine会故意被打进那个身体里面 为了刺激我们的身体去产生这个抗体 对于这个外来物质 有可能会感染到我们身体的 然后被动性的话 也是有分天然的跟人造的 天然的话就是来自妈妈那边 我们会喝妈妈的那个母奶 叫Colostrum 然后那个母奶里面就会有妈妈的那个抗体 然后就会给我们 可是这个东西只会留在我们的身体三个月 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三个月后 如果没有喝母奶了 三个月后它就会恢复自己的抗体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抗体 是通过我们的Placenta 就是那个胎盘 送入到那个胎儿的那个血里面 也是一样满满的抗体 然后如果你脱离那个胎盘 多三个月过后 又变自己的抗体了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打这个antibody 这个是之前一开始COVID的时候 他们有用的 他们就是拿那些已经痊愈了的病人 就是他们患上COVID 然后他们痊愈了 他们拿他们身上的血出来 萃取他们的antibody出来 在打进你的身体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长久的 因为它不属于你自己 所以超过三个月过后 它又会被你自己身体的抗体打掉 所以它又不存在 所以就没有这么耐用 Vaccin会比较好 因为它是你身体自己产生的 它就会溜着很久很久 然后这边有一些抗体 可以告诉你这些天然的抗体是从妈妈这边来 如果是胎儿的话 天然抗体就是来自于妈妈 从这个胎盘这边送过来 或者从这个母乳这边拿到 然后有几个共同点跟不同点 主动性跟被动性的共同点 就是负责保护身体 不要被疾病攻击 还有一个能力可以对抗疾病 还要牵扯到antibody跟antigen之间的反应 然后主动性的话我们可以打Vaccin 这里的话就是打antibody Vaccin的话是在你得到那个病之前就要打 如果你患上病过后就没有必要打了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抗体了 然后antibody的话是你在之前打之后打都可以 反正它三个月后就消失了 然后Active的话是你身体会自己产生antibody 然后Pasive的话是antibody是被 从别人那边拿到的 就不是自己的 所以它会消失 然后Active的话 它不会给你暂时性的 它会给你永久性的那个保护 这个的话是只有暂时性 Satarmata是暂时性的 这个的抗体会维持比较久 除非你免疫力下降 不然可以到你死都还溜着 这个的话是不久的 最多三个月就不进了 如果你抵抗力差的话 可能一个礼拜就没有了 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你 Vaccin怎么准备 Vaccin就是这个疫苗 它就是里面就是病原 然后那个病原是弱的 或者是已经死了的就空壳的 然后这个Vaccin会被打进我们身体里面 然后里面就全部都是antigen 一些外拉物质 它会刺激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 去产生antibody 然后我们身体就会产生 很适合的antibody去攻打它 然后就会流到我们血里面 然后就可以去对抗这个病 然后有些症跟COVID的症一样 我们需要打两只 像BCG的话是打一只就够了 Vaccin肝炎要打三只 然后你要记得 它是第一只是一个月打 然后在下一个月就要打第二只 然后半年后再打第三只 DTAP是打白猴症的 也是有三只 再加多一只Bunggala 就是booster 就是让它再冲刺的 然后HIV是B型流感 Polio的话是小儿麻痹症 然后这个两个都是麻疹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风症 就是吹到风才会起的那种症 然后这个是白猴症 或者是破伤风 破伤风的症 然后这个是口服的小儿麻痹 的那个症 这个是现在没有打了的 然后HBV是那个 乳头流的病毒的那个症 然后还有破伤风的 跟这个是日本的磨炎 然后这个要记好 是这个只有Saba的居民才需要打 其他都是malaysia人都要打的 就这个是只有Saba州才要打 然后要记得它们个别要打几只 然后要记得这些病 这些针是拿来预防什么的 这些都是疫苗的名字 像BCG疫苗就是拿来预防这个肺炎的 叫Tuberculosis B型肝炎就是要预防肝炎 肝癌跟这个肝衰竭 然后这个DTAP就是 Diphteria,Tetanus跟Protusis 然后它就是预防Diphteria 就是白猴症 然后还有肝癌也是白猴症 还有Protusis是 也是这个 呃 白日咳 就是咳嗽 咳很久的 HIV的话 是预防那个 B型流感 就是肺炎跟脑炎的 然后IPB的话 是预防这个 Polio 就是小儿麻痹 Champak的话就是麻疹 就是预防麻疹 然后Titano是破伤风 是预防这个Kanjigigi 然后Kanjigigi是破伤风 然后这个Champak Burgut跟Rubella的话 是可以预防这三个病 Champak是那个麻疹 Burgut是那个 塞线盐 然后Rubella是 风疹 然后这个MR的话是预防 Burgut跟Rubella JE的话是那个 日本的那个脑炎 HPV的话是那个 子宫颈癌 就是专门预防子宫颈癌 打的那个针 然后 这个疫苗的保护时期 会不同于它疫苗的种类 跟它怎么样产生 有一部分的疫苗会给予 一辈子的保护 然后有一部分的疫苗只会给 暂时性或者是有限时期的 保护 所以我们会需要这个 DOS本盖拉也叫做Bostadose 它就是一个 在让它在暴征的 它会需要是因为这个DOS Burgut跟Rubella 我们打的第一针 不足够让它刺激到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来达到我们要的抗体的浓度 足够于去提供有效的保护对于某个疾病 就像这样子 我们打第一针的时候 叫做Vaccine Young Pertama 打第一针 它会有一个 Immunisasi Primer 一个主要的一个免疫系统 它就会上升到一个地方 然后它就会发现 没有那个antigen 因为毕竟我们打进去的 那个antigen是没有毒 没有害的 所以它到达一个level了 它就会停 发现没有害 它就会下降 它下降到一段时间 我们不可以让它停完 我们让它到一定的level了 过后马上打第二针 第二针就叫做Dospengala 打了第二针 它就会再刺激 再刺激 它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会来第二次 所以它会暴整到一个level 然后它跌的时候 也不会跌太低 这个level就是我们的 应该要有的那个浓度 就像我们去验那个B型肝炎 它会验你的level到哪里 告诉你 你要补一只 两只或三只 就是确保你有到达这个浓度 你就不会患上那个病 第一针的这个反应 发生来自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它们对于这个antigen 会产生反应 在第一次 这时候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会确认这个antigen 然后就会产生 适合对抗这个antigen的抗体 这个抗体会维持 在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的记忆里面 然后第二次的这个抗体 第二次的反应会发生 当它被感染多一次 就是我们在打多一次 它就以为感染多一次 同时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收着这个记忆里 对于那个antigen 然后它就会马上再产生antibody 所以antibody可以立刻往上升 不像样子慢慢 它会直接往上升 然后可以马上对抗这个antigen Ainia妈妈忘记带Ainia去这个诊所 去拿第三支的针 这个B型肝炎 第三支针 解释那个后果对于它 所以它有可能会患上B型肝炎 如果它接触到这个B型肝炎的病毒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抗体的那个水平 还没有到达该需要的浓度 因为它没去打第三支 没有让它回去 没有让它回升那个浓度 所以它就有可能会患上 如果它有接触到的话 一些好的习惯 为了有这个稳定的那个免疫系统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清洁 尤其是身体跟衣服 然后要时常吃水果跟蔬菜 然后要有充足的睡眠 然后要有生活是没有压力的 要有健康生活习惯 跟时常洗手 抗体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人的健康水平 对于他的家庭来讲 还有对于整个社会 还有对于经济 一个国家经济有什么影响 这里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抗体 然后抗体很重要 为了保护我们不要患上危险的疾病 然后抗体很重要 因为预防生育治疗 身体的健康的这个 最好的能最好的那个阶段 可以保障我们生活的品质 也可以保障我们生活工作的效率 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时常生病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好好的社交 也不能好好工作 我们会有这些外劳的迁移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会带着很多疾病 像肺老一样 一个国家经济就取决于我们工人的效率 没有有效率的工人的话 那个国家经济就会塌陷 然后看着我们这个医药费越来越提升 其中一个方法来减少这个医药负担的 就是买这个医药保险 这里他说 Jazz你时常很健康 然后很少生病 你是怎么样维持健康的 他就说我 所以你要完成这个对话 解释一下他的方法 所以他的方法 第一个一定是有足够的睡眠 然后吃很多蔬菜水果 有健康生活习惯 减少压力 比如还做一些休闲的活动 或者去度假 我要时常照顾自己的干净 比如去洗手 然后后面有题目 下个礼拜讨论